用自己修学的功德回向给他 希望他将来在国报现前的时候 他受的苦减轻 我们有成就的时候 要拉他一巴 保恩 这是佛法了 这叫学佛 你真干了 所以佛菩萨 第一个感恩的就是找麻烦的 发大成心重要 发大成心就是发菩提心 什么是菩提心 在这些年来 我们讲经论里面 所说的菩提心 重新 依照经意 做了个真理 写了十个字 大家容易懂 菩提心的体 本体 就是真诚 我们要修复 希望将来成就 你要不用真诚心 你就不会有成就 别人用虚伪的心 对我 那我用真诚心 不吃亏了吗 对 是吃亏了 古人讲 吃亏是福 你要不要福 福是什么 你到极乐世界 去做佛去了 你又不想做佛 还做轮回 那好 他以虚伪心对我 我也用虚伪对他 那你还搞六道轮回 你出不了六道 你看看 吃亏是福 吃亏的人能到极乐世界 不吃亏的人继续搞六道轮回 你想想看 你愿不愿意吃亏 吃亏真快活 占便宜不好 占便宜提心吊胆了 神魂不安 吃亏好 去修福 要修吃亏 不能修吃亏的人 这没办法修福 不能修 不能跟人对立 他跟我对立可以 我不跟他对立 他毁谤我可以 我不能毁谤他 他侮辱我可以 我不能侮辱他 他陷害我可以 我不可以陷害他 为什么 我是菩萨吗 菩萨怎么可以害人呢 唯有菩萨才能到极乐世界 到极乐世界好处 第一个好处 无量寿 我们在这个世界 寿命太短了 真的无量 不是假的无量 真无量寿 就发达诚心 真诚心待人 亲近心 平等心 正确心 自受有 对自己 对别人呢 慈悲心 爱心 对待人要慈悲 要学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 在阴地 行菩萨道 学佛的时候 被戈利王 给接身体 那时 无比的侮辱 非常残酷 戈利王把他处死 戈利王 戈利是印度 翻成中国是暴虑 戈利王就是 我们中国人讲暴君 被他杀了 菩萨一丝毫 愿恨 而且还告诉戈利王 我将来成佛 第一个来中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凌迟处死 这样的这个 这个逆境 你都能受得了 今天别人 悔报你几句 羞辱你几句 你就受不了了 你还能学佛吗 这不行啊 要能忍 能忍 人当中有快乐 没有不能忍 所以这个忍耐 翻作忍辱 这是当年翻译的法诗 特别用这个名词 因为中国人 把辱看得很重 你看古书常讲的 死可杀不可辱 这个忍辱可不能接受 啥 啥头没关系 忍辱不能接受 中国人有这个毛病 所以就翻到这个忍耐 就翻叫忍辱 那如都能忍 就没有不一样 不能忍了 这个忍辱是 完全是用中国 对中国人来讲的 用的这个名词 他本来是忍耐 因为中国人把辱看得重 所以就翻成忍辱 说福 要放下 放下是不识 真正放得下 真正能忍 你就不难成就了 放不下 放不下的灵力 这两样东西放不下 别人对你的伤害 对你的悔报 你不能忍 你怎么去成就 那你在菩提道上 原地他不 你丝毫都不能向上提神 错了 修行 修正错误的行为 不能忍辱是错误的行为 不能放下 是错误的行为 所以对人一偏慈悲 特别是对伤害我的人 对他格外的慈悲 为什么 伤害我的 对我有好处 什么好处 他来考试我 看我的功夫到什么阶段 我通过了 他对我有好处 可是 他那个心不是善心 他造业 他造业将来有悟报 这个人帮助我提升了 他将来会有悟报 我应该怎么处理 用自己修学的功德 回向给他 希望他将来在国报 现前的时候 他受的苦减轻 我们有成就的时候 要拉他一把 报恩 这是佛法了 这叫学佛 你真干 所以佛菩萨 第一个感恩的 就是找麻烦的人 就是处处 设当爱的人 你观观同过 你才这么顺利成就 所以 菩萨眼中 人人是好人 四四是好四 真点 一点不假了 发菩提心 有了这个心 真诚 清净 平等 真就 慈悲 一向 专 用这个心 一个方向 西方 极乐世界 专念 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佛的愿望 就是 在现在讲 移民到极乐世界 我们的移民到极乐世界 我们亲近阿弥陀佛 那是个好老子 释迦牟尼佛 为我们介绍的 社方祝福 为我们介绍的 那地方是最好学佛的环境 我们到那里去成就 在这个地方成就很困难 时间很长 到那个地方很快 往生到极乐世界 就是今天讲 移民嘛 移民过去了 没有生死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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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子 中文万 优优独播剧 Gee